GST & New Brutal Seminar 是得到财政部 21万的拨款 在全国 就是举办13场的损毁工作 妇女主认为 消费人是有潜力必惜 也有这个必要 要了解GST 因为这毕竟是 我国就是我们进国以来的 一个重大的税务改革 也是我们的经济 也是经济转型的 其中一个措施 所以我们的这13场的讲座 将会内容是将会 从消费人的角度来分析GST 我们的每一场讲座 也会就是配合这个讲座 我们设立三个柜台 第一个就是Squad Banguna 就由贸销部的官员来设立的 这个Squad Banguna的 Registration的柜台 提供这个公众人士一个机会 那些想要成为市场的价格 这个进度员 他们可以就是在现场申请 那么另外一个柜台就是 MOF会派 由他的Custum 会派遣他的官员 配合我们的很青年 就是在现场 就是在场地的外面 为那一些要上网 注册GST的商家提供一个方便 如果是商家需要到Custum的Officer 去帮忙去register的话呢 他们需要的是要携带以下的这些资料 第一个就是CGPNDAFTARAN per Niagaan SSM就是他们的这个 生意注册的这个值 然后PNDAFTARAN per Dubohan DAN LINE LINE DOCUMENT per Gaitan 然后呢他们需要附上的是 他们的公司的电邮 电邮地址 以及个人的电邮地址 还有BORANG24 或者是49 还有就是这个他们自己的 身份证他们的护照 以及他们的这一个BANK ACCOUNT的Statement 那么第三个就是第三个柜台 就是我们也会设立这个书摊 这个书摊将会就是为消费人 就是将会售卖就是GST 于消费人的书籍 那么我们每一场的这个讲座 除了向在座的消费人讲解 消费税以外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也会提供他们 就是那个所有的物品 就是包括Exempted 就是免消费税的 还有零消费税的 还有这些没有在这些Category的物品呢 他的这个名册 就是他的名单 以便之后 就是明年4月1日 当我们落实消费税之后呢 我们这些消费人 他们可以知道呢 有看着当记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这商家是否呢 会就是违反这个条例 那么这场讲座会除了分析消费税之外 我们也有配合冒销不晚 也像在座的这个参与者 讲解消费人的他们的权益 还有他们呢 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责任 就是当他们发现这个商家有违规的行为的时候 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投诉管道 这些都会呢 通过我们这个孙回奖教会 就是提供给参与者